今天跟我姐夫来到县城 处理一通交通事故 昨天他从县城回老家的时候 不小心和别人的车发生了碰撞 今天过来处理一下 车里头已经装进去了 我的队子慢慢挽住 没有网子 我也是有网子 你不经常给人家玩玩说 嗯 没了我也跟母亲是的 跟你说解释吗 没了我也没说了 我给你唱 我给你唱 你唱我先学典干 我来唱 我这时候就修饰了 你给我的 我来往里往脱 我都把你脱 脱好脱 脱好脱了 脱好脱 他把你操作一戶 现在要瘦吧 要是开车的人家 不够了 他真是难免 我还想去 哦 他在下令人家拽在这儿了 对 那怎么办 我心疼 不得不得了 我的 我是 他这就 所以 我们啊 我跟他是说的 他把你操作 把我操作 我完全要是说的 我已经满了 没有各种药 给花鱼啊 给粉级花是不是高的 是吧 花是不是高的嘛 你就从那边喝就不行 要把美不业 要把美不业刷了 是吧 我这 都是开这个社区家 是吧 对啦 没错 给我们的分化没错 那开到阿滴家家了 三年转压的十八年 那边那辆车就是 我从小碰到那辆车 就没有那里别来一点点 刚跟我姐夫从县城处理那个事故回来 我感觉很郁闷的 我姐夫也很郁闷 我把事情经过给大家说一下 昨天我姐夫从县城开车来我们这边 在路上的时候前面有辆车 开得很慢很慢的 一直打着那个转向灯 我姐夫呢就跟着他车后面 一直跟跟跟 大概跟了五百米 但是那个前面那辆车 他一步变道 我姐夫就想从边上超过他的车 结果他刚刚超车的时候 那前面那个车 方向一打 两个车就撞在一起了 当时对方就跟我姐夫提出 说要不要撕掉 我姐夫一看这个车损还是挺大的 自己去维修的话 那得花几千块钱 所以他当时就没通意 打电话报警了 也报保险公司了 后来交警到现场以后呢 把他们双方的驾驶证 刑事证都拿走了 让他们今天去交警队 去处理这个事情 今天到交警队以后呢 那个交警就判定我姐夫负全责 但是我姐夫有个疑问了 他说 虽然超车 是我的不对 但是你变道的话 你变道 从这根道 变到那根道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看一下 后视镜 确认后方没有车了 你才能变道 但是我姐夫他想了算了 反正怎么说呢 都是保险公司出钱 就这样 我姐夫就把这个责任 扔下来了 扔下来了 本以为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大家去修一下车就好了 但是对方呢 他就步一步扰 他说 这个车啊 我天天要开车的 我现在去哪里去哪里 不方便 意思就是 你要给我补点钱 刚开始他不是提的交通费 他提的是这个车辆 折旧费 他跟交警说 他说 我这个车辆 现在被撞了 去维修的话 以后再卖出去的话 就会贬值 意思就是想让 交警帮他说 让我姐夫 把他贬值 这一部分的钱啊 给他补出来 交警回复他的意思呢 就是他不太支持 这样的说法 本身他那个车 是一二年的车 十年的基地了 交警说 我只负责 责任划分这一块 这些事的话 你如果要扯的话 你找他保险公司去扯 后来对方就去找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 给他提出 就是想要 赔偿几百块钱的 那个交通补贴 他这次说的不是 车辆车就废了 他说的是交通补贴 他说 他一天这个车啊 用的挺多的 就是早上用 马上一用 反正每天用的挺多的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 就对他说 这几天的话 我去接你 去送你都可以的 给你送到家里 什么都可以的 但是对方又说了 他说 我这个车反正用的挺多的 你这个车不是随叫随到的 所以不太愿意 意思就是还是要赔钱给他 我当时也跟对方说 大家都是作为司机啊 开了一辈子的车 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 大家相互理解一下 我的意思就是给他们 让人买一包烟 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但是对方呢 依旧不依不饶的 他认为交警判定你权责 他就吃定你了 他提出的要求 你必须要满足给他 如果你不能满足的话 谁也不想走 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的车都放在这边 看谁能耗过谁 后来我姐夫也没听他的 那个博写公司也把地址 发到我姐夫手机上面了 准备去修理厂 正准备走的时候 对方就放狠话了 他说 你修 可以去修 但是你修好以后呢 你这个车 看你能不能出这个县城 到时候我会开个车 把你的车尾啊 使进去撞一下 我就劝对方 我说做事不要那么冲动 你真去干了这个事情的话 到时候 惹祸的还是你自己 对方说 那你走四十了 四十了 后来我就跟我姐夫 就把车 开到修理厂那边去了 也没理他 到了那边维修点以后呢 我看到对方 比我们还先到了一步 他先到的话 就在那里跟 那些维修点的工作人员啊 说了 把刚才说的一对狠话 都说给他们听了一遍 那个工作人员过来 跟我们说不要理他 好像神经病一样的 他说我修车这么多年 也没遇到这样的车座 我感觉我姐夫这次 这个真的好像有点 被碰瓷的感觉 你说按正常啊 一个作为一个正常的时机的话 我们便道的时候 或者拐弯的时候啊 是不是要看一下 后方的来车 他这个直接开始在路上 慢慢慢慢地走 对吧 那个转向灯按一直打着 一直他也不变道 不怎么样 趁你要抄他的车的时候 他就突然给你打个方向 一下就撞在一起了 所以我心里一次犯底部啊 我说 我感觉我姐夫这次是被捧吃了